由于工作的原因 金女士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 对于丈夫的行为 金女士并没有过多的指责 而是贴心地原谅了对方 她希望自己的宽容 能感化丈夫回归家庭 但事与愿违 丈夫却再次欺骗了金女士 后来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信任她 为什么 因为 他们又买了手机号码 又重新联系 那这一次你老公怎么说呢 她有承认 但是她说不是因为爱她 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因为工作关系 她又说不相处了 这时候就该过年了 然后她回老家了 回了老家之后 她把当地那个电话号码 又扔掉 又换了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他们继续联系 金女士坦言 和丈夫离婚并非她的本意 但分手后发生的事情 让她觉得前夫变得十分可怕 坚定自己当初选择离婚 是正确的决定 我们两人分开离婚之后 我们两个人一直就这样相处着 我打电话她也不听 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为她做了很多的投入 是 在钱财方面 是 你算过这笔总账吗 你为她投过多少钱 办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有简单算一下 有170多万吧 170多万 在这十几年当中是吗 对 是一次性的还是分很多很多次 分很多很多次 这是你给了她170万 前前后后 还是说你们俩在共同生活期间 消耗了170万 是她 是她要说做生意 做生意 然后给我借款 给你借款 是 这跟你们俩人共同生活 消费没关系 对 这170万是你的现金呢 还是说你其他的方式 有的是现金 有的是贷款 有的是借款跟朋友 你是为了她 还有贷款 还向朋友举债 是 所以才给了她 170万的资金的支持 是 那这个恐怕给你压力也很大呀 是的 现在还有压力 那你说现在的欠债 也就是这些钱吗 是